还不跟啊 妇人在彩券行里大声咆哮 一旁的老板和客人继续看着手机没有理会 下一秒妇人用力捶了柜台一下 狠狠地瞪着老板 但老板仍然没有回应 没想到妇人竟然情绪激动地拿起咖啡 往两人扑了过去 咖啡撒在柜台和客人身上 两人赶紧收拾清理 妇人还是大声咆哮 不要闭嘴啊你 他要告我啦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13号晚上妇人到桃园上海路 这家彩券行买彩券 由于她已经骚扰店家多次精神又不稳定 还曾经抢员工妹妹的饮料喝 老板才不愿意买彩券给她 警方到场后妇人继续强词夺理 现场还开始驱邪仪式 妇人送银治疗后有家人照顾 才结束这场动剧 接着刘志弹 叶昀娜桃园报导 我只能嫌不然而言